哈喽大家好 又到腌黄瓜的季节了 腌黄瓜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自己在家腌的黄瓜 很多人第一步就是直接 把黄瓜加盐来腌制 其实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难怪你腌出来的黄瓜 不好吃又不脆 今天呢给你分享 奶奶腌了50年的秘制腌黄瓜 一天就能吃 腌出来的黄瓜呢放半年 都不会发霉长毛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咱们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黄瓜 把水分给它晾干 然后把黄瓜我们给它擀下刀 把黄瓜被我们给它去掉 还有它的头 然后把黄瓜 我们从中间给它一封为二 再把黄瓜全部给它切成长条 再从中间一封为二 切成长段 这样大小就可以了 把我们切好的黄瓜条放到一个盆子中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在这里啊千万不要加盐 用白糖腌黄瓜 把里面的水分全部都给它腌出来 没有手呢 把白糖和黄瓜给它抓拌均匀 如果用盐腌出来的黄瓜 吃得太咸 又不鲜 抓拌好以后 把黄瓜在盆子中 给它腌制半个小时 杀出它多余的水分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些小米辣 把它切成小圈 切好小米辣 放到一个盘子中 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些大蒜 把大蒜给它切成块 切好蒜块 放到干柴的碗中 暂时备用 再来一块生姜 给它切成片 切好的生姜 放到刚才的碗中 碗里面加入两颗八角 一小小的花椒 这样咱们的配料就做好了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经过半个小时腌制 咱们的黄瓜 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 然后咱们再用手 把黄瓜的水分再给它挤一下 挤好的黄瓜 放到一个盆子中 接下来咱们开始腌制 倒入我们的辅料 我们这里倒入陈醋 陈醋的量呢 大约就是200克 再倒入100克的生抽酱油 再来点蚝油 再加入食盐 30克 在这里呢 大家切记不要加食用油 加食用油的话 腌出的黄瓜过不了多久呢 它就会腐烂长白毛 然后洗干净你发财小手 把它们全部均匀的抓拌在一起 抓拌好以后我们封上保鲜膜 把黄瓜在盆子中腌制两个小时 时间到 把保鲜膜给撕开 把腌好的黄瓜 我们放到一个无水无油的容器中 然后我们再把它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面 吃一年半载 它都不再坏的 在这里啊 咱们吃黄瓜的时候啊 一定要用一个无水无油的筷子 否则这个黄瓜呢 您冰管腌制的再好 它也会坏掉 因为筷子沾水啊 或者沾油 就会把我们的黄瓜 给它污染了 污染的黄瓜 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坏掉 今天呢 密制腌黄瓜 就分享给大家了 超级的简单 您学会这样做啊 家人吃了以后啊 都夸你是大厨 如果你也喜欢吃腌黄瓜 就收担起来我这个方法 再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